大家好 我是萬錦士 事願何胡錦 今天很開心 參與香港州的記者招待會 講到香港州 今年是香港回歸二十年的慶典 這段時間也有很多值得我們回顧 因為香港在過去百多年的發展 大家都有目共睹 最主要是香港人的新路和彈性 但是另一方面 我們香港能夠這麼成功 其實有幾個大行業的工業的支柱 其中一個就是紡織製衣業 這個行業對我來說是比較熟悉的 看回香港的發展 我們不要說到阿興戰爭那段時間 或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在中國有很多難民下了香港 其實在香港來說 其實要面對一個這麼大的難民的就業問題 其實是很大的事情 是一個很頭痛的一件事情 幸好在香港有一幫來自上海的 對紡織業非常之有熟悉和有經驗的人士 帶動香港的紡織製衣業 加上香港人有一個新路 漸漸將這個紡織業做到有聲有色 而這個紡織業有一件事很特別的 就是一個人力之餘很集中的行業 令到香港的失業問題得以解決 但是發展了一段時間之後 當然就引來很多那些 入口國家的眼紅 在過去其實我們發覺 是有很多那些製造 令到香港的紡織製衣業 不是發展得很順暢的 最簡單的一件事 譬如在1947年之後 就開始有那個GATT GENERAL AGREEMENT OF TARIF AND TRAIN 最主要就是西方國家 是放在香港和很多其他亞洲 或者落後國家的入口的限制 然後到沒多久之後 這個限制就開始收窄 因為在香港和其他亞洲國家 就在紡織製衣業發展 到1962年 就由美國帶頭的 就做了有一個叫做 綿紡織製衣業的限制 其實初初就打算是一個短期的 但是過了半年之後 都不好 都要長期 因為看到那個進展 是很厲害的 接著沒多久之後 去到1974年 就不單是綿紡織製衣業 就多簽為的紡織製衣業 都有的限制 我們就叫做 COLTER SYSTEM 其實就在 不單是美國 是歐洲很多國家都有參與的 環此總總 使得香港的 紡織製衣業 其實發展是 一波接一波的 大家知道 從1974年 去到1994年 就是走了20年 這個 COLTER這個制度之下 其實 香港的製衣業 其實它的發展 是 跌出心裁的 因為大家知道 那個配額 當然有限制 香港就在很多地方 要向外發展 例如你用其他 國家的配額 用不完 用不完的 它拿去用 在1994年 發展了 所謂 ATC Agreement of Textile and Clothing 其實這個是WTO的前身 大家知道 由1994年 其實歐美國家 希望用十年的時間 令到全世界的配額 得以取締的 當然到最後 去到2005年 1月1日 真真正正的取締了 大家聽完我這樣說 其實有很多數字 有很長的時間 由1947年 去到2005年 這幾十年 香港的紡織製衣業的發展 其實是一波三戰 但是 就是因為這樣 就是令到香港的 那個 紡織製衣業 那個 那個 quality 那個質量 是得以提高的 因為每次 其實 當入口國家 加一些限制的時候 我們香港人 就自己 去 將自己提升 那 因此 去到 2005年 那麼 WTO 開始之後 其實 最受惠的國家 其實 當然 一定是中國 因為沒有了配額 中國 就可以自由地出口 那麼 因此 其實中國 那個經濟發展 其實2005年之後 到現在的 2017年 這十幾年 發展 更加是一日千里的 又是因為這樣 其實 令到中國 就有所 各誤 大家知道 就是在 2013年 在中國 首先 就有一個 購賞 就在上海 設立了一個 自貿區 最初設立這個 自貿區的時候 其實 一來可能 那個意識 不太清楚 自己 本地人 都不太贊成 幸好 後來 得到 習近平主席 和 李克強總理 的支持 順利 開始 其實 它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說 中國在過去 這麼多的 出入口的限制之下 原來 將自己的品質提升 是有好處的 不單止這樣 還有 中國的品質提升 甚至升到 是高過很多國家 我舉一個例子 大家可能會記起一件事 我們 過去 一兩年 當我到杜魯多上台之後 試過訪問中國 杜魯多 跟加拿大 跟中國 說那個 花子油 那個 入口限制 為什麼會這樣 形成呢 原來 中國 是向加拿大 入口很多 花子油的 產品 但是 發覺 加拿大製造的 是不 不達標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他們的 雜則 含有 百分之三 而中國 很久之前 已經去到 百分之一 希望加拿大 能夠 可以接到 他們 這個 這個標準 由此 可以看到 一件事 原來 有了標準 有了要求 有了限制 是令到 我們 是自強 不惜地 是更進一步的 今天我們回顧 過去二十年 香港 那個 紡織成 發展 其實我們 都很開心 就是 我們 已經發展到 一個地步 我們的品質 譬如 Made in Hong Kong 或者Made in China 已經不是一個 平價的標誌 跟著 我們 甚至 在香港 中國 已經有自己的品牌 還有 我們有自己的一套 品質的要求 甚至 有些 世界 其他國家 都不可以達到的 在這裏 我祝願 香港 未來 二十年 發展 越來越好 多謝 一個問題 在哪裏可以買到 Made in Hong Kong 的時裝 和香港的時裝品牌 是甚麼 香港的時裝品牌 其實都很多 如果 譬如 你說大 的牌子 譬如 佐丹奴 或者 G2000 都很多 現在 製衣業 未來香港的 就會 越來越少 因為 現在 沒有一個配額限制之後 其實 一定是講成本的 而 香港已經是從製衣業 去轉型 做了一個 譬如 進出口 或者 金融 或者其他 服務性行業 而這個製衣行業 其實 相反 一件事 反而在中國大陸 發展得不錯 如果 譬如 你去中國 你走一下商場 你會發現 原來中國有很多 自己牌子的 他們 那些牌子很流行 就是用 什麼什麼世家 譬如說 你是陳大文 陳大文世家 這樣的牌子 你看到很多很多 因此 其實在這方面 我也相當高興 看到這樣的成果